今天跟大家讨论一个话题 明年你还会回老家过年吗 你要想清楚 回老家以后可能要面临父母的催婚 亲戚的攀比 盘问 这些语言就好像鞭子一样 在无情的抽打着你们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会 随着年龄的增长 回家过年仿佛成了一种负担 今年过年我访谈了一些老人 我也有一些体会 就是在以前的时候 你说大家过年都很开心 为什么现在不开心了呢 采访完这些老人以后 我有一些感悟 就在以前的时候呢 大家都穷 所以没有什么攀比 走出去的人呢 也很少 所以大家的认知都是一样的 现在就不一样了 走出去的人越来越多 有本事的人呢 也越来越多 大家的收入呢 拉得也越来越开 每个人的收入不一样 每个人的认知不一样 所以这个整个阶层呢 就拉得越来越开了 你想想回老家以后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比如第一种 上过大学的孩子 大多是不愿意出门的 父母在家里面呢 经常拿你和邻居家的孩子做对比 你瞧瞧人家 同样的年纪 人家现在都已经两个孩子了 而你呢 两个对象都没有 你再看一下那谁 人家连学都没上 你看人家现在 有车有房有存款 而且呢 还有两个孩子 过年走亲戚 一到亲戚家里面坐下 不出三句话 必然为你的收入 你说也不是 不说也不是 你说高一点吧 他们瞬间就不开心了 你说低一点吧 他们就会说 那你这也不行呀 我们家的孩子在县城 一个月比你还高呢 所以咱们讨论一下 你明年过年 还回老家吗